老人到处说介绍一下我们在卖的画龙村的私房茶以及我们的酒 我们的茶园是坚持生物多样性的种植的理念 动物的多样性 动物间相克相生相互制约 那么是一个很有趣的尝试 我们的职位是多样性 春生胸枯自然成肥 整个茶园保持生态平衡可持续发展 欧盟已经认证 请大家审购 老杨到处说这是我们今天读报的时间 法广继续谈乌克兰的一个战功战事 乌克兰侵入在俄罗斯境内突进 俘虏更多的俄军 这是法兰设的消息 这是乌克兰这方说的摧毁了一架碰气式的轰炸机 但是不是说普京的战机 同时发动了乌克兰军队和官员所说 对俄罗斯军用机场的大规模袭击 但是战果还没有真正的落实 华尔街日报 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出部分的军队 以应对被入侵的事件 那么俄方今天组织的大规模的一个记者团 到库尔什克去访问 美国官员说 俄罗斯正从乌克兰撤回部分的军事力量 以应对乌克兰对俄罗斯领土发起的攻势 显示出乌克兰的袭击 迫使俄罗斯调整他入侵乌克兰的部队 列布找报 沈泽伟的北京专稿 中国紧盯乌克兰突袭俄罗斯本土 因为乌克兰选择了拉长战线 拉长战线突袭俄罗斯本土的动机有两个 当然大家都知道 唯一味救灶 缓解乌东战事的压力 第二提升未来在谈判桌上的筹码 第三引起俄罗斯人民的恐慌 削弱政治经营阶层对普京的信任 试图的内部打击击溃普京政权 但是战线拉得那么长 后勤补给如果跟不上 会不会让俄罗斯乘虚攻陷 乌东的更多的城池 或者在库尔什克州来个梦中周边 他认为如果是这样 乌克兰将得不偿事 可能后座力反弹引发自身的政治内空 美国呢和德国都是乌克兰最大的军事援助国 但是欧美的援助不可能永无止境 特别是11月混的总统选举的接口之后 可能有问题 这里面谈到了中国跟俄罗斯关系是合作无上限 对俄战局出现转折态度引领关注 他说中国的相关部门正在紧盯着 乌军攻打俄罗斯本土的局势变化 那么央视这个报道频率非常之高 那么俄罗斯他们在对抗西方阵营的斗争中 中国需要俄罗斯的协同 俄罗斯战败或者政权的动荡对中国不利 中国虽然标榜中立 但处以国家利益的考量 相信不会致普京于不顾 所以呢 这是是不是一场黑天鹅事件 当然有待观察 半岛电视台很常内分析文章 乌克兰越过普京的红线 叫库尔什克漏洞危险的后果 那么认为这一点呢 迄今为止 这个行动不仅仅是乌克兰军队在对俄罗斯 二指袭击的能力表示怀疑的 领利下既有限的和炫耀的入侵 而是一项有计划的行动 在坚守这个地区 创造更大的尽可能大的军事影响力 然后是政治影响力 但是也谈到了 分析了俄罗斯军队常时期存在的弱点和缺陷 那这里面讲了很多很详细 那么特别谈到了这个俄罗斯的军事功能的失调的根源 这个呢 可能对其他国家也都会有一些启发 所以呢 有分析认为呢 赫尔什克袭击中出现的西方先进的军事装备 包括德国的鲍斯坦克 美国的喜马斯导弹发射器 空中的侦察行动还有卫星图像 这个行动他认为得到了美国欧洲的理解和支持 但是这个行动有危险 因为它跨越了普京设定的红线 这个红线可能把核反应的可能性 跟西方国家的酒气转移到俄罗斯联系在一起 那么有一些分析 这里面特别有一句话 乌克兰在库尔什克行动中的考量 无论是从得到了西方盟友的授权 还是从个个人的行动显得太大胆 这是一个复杂的风险 越过了俄罗斯核怪物的红线 可能会把整个世界带入危险的地带 而且能难跟普京的反应和考量有关 那大家讲了后果不堪设想 他这个审慎的态度 法广谈到了中东 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停火谈判 将以周四的多哈举行 但是最新的消息说 由于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的援助 哈马斯拒绝参加多哈谈判的接触 好了来谈谈缅甸 法广谈到中国外长王毅 东南亚之行期间 会晤了缅甸军政府的首脑 这里的明昂来 那么正在内比都见了面 那么中国是缅甸军政府的主要盟友 向他提供武器 当然了中国政府跟缅甸境内的 少数民族武装力量保持联系 这里面谈到了王毅 可能还要访问了泰国 美国之音也把这个消 王毅访问缅甸 作为一个比较重要新闻版面 中国外长王毅 会晤缅甸军政府领导人 北京对缅甸政局的一些波动 也感到担忧 那么当然了 缅甸的这个民党来曾经暗指 有外国向民兵武装提供武器技术和其他援助 但有人说暗指是中国 但是王毅告诉明昂来 说中国的认真合作维护缅甸的稳定和和平 反对民主武装袭击 善邦北部军政府控制的地区 这是中国政府最新的表态 当然我们也知道中国政府跟缅甸军政府保持了良好的工作关系 中国是缅甸最大的贸易伙伴 在缅甸投资了数十亿的美元 中国俄罗斯也是缅甸军方的主要武器的供应国 当然也谈到了对边界的问题 明报的报道这个消息特别有意思 它的标题是这样写的 北戴河下修结束 中央高层返港上班了 访问缅甸会晤了明昂来 王毅希望各派要协商 打马慧炎 韩国的小节制呢 今天法广的头版头雕 韩国对朝鲜核心武器军事侦查卫星一号正式开始执行任务 这是韩军对朝鲜杀伤链的核心武器 那么的社务的项目呢 这个叫了四颗卫星军事侦查卫星 这些都是一个韩国 那么韩军是在去年12月在加州 美国加州把这个卫星送上了轨道 今年的成功发售的军事侦查卫星二号 下半年的侦查卫星三号 这个对朝鲜来讲应该是一个威胁 是个威胁 好了谈谈美国总统选举 华尔街日报说 哈里斯的经济团队和政策刚要开始形成 和形成 尽量要跟拜登政府有些区隔 当然最新的在那个摇摆州来 民调来看的 哈里斯看来有一点优势 最新的民调谈到了 最新的法广谈到了 最新的民调显示 哈里斯在摇摆州赢过特朗普 更诚实 要更追求民主 金融时报呢 把矛头对准马斯克 他今天的社论说 新媒体大亨 马斯克应该受到阅速 马斯克的X型成为右翼和闪动性内容的管道 他注意到从赫斯特到莫多克 大众传媒诞生以来 媒体大方的权力就对政府构成了挑战 但是从来没有意见像马斯克这样的人 作为全球守护 就是社交平台X的所有者 还拥有一点九十亿的粉丝 那么讲到推特 这个粉丝量最大 所以呢 讲到马斯克这个问题 所以呢 言论自由绝对主义身上的一话 就是说掌握了舆论空气的马斯克 也是会产生某种威胁力 路透社还有法广都谈到了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又见疲乱 最近一系列的惨淡的经济指标 降低了人们对中国七月份的经济表现的一期 这对2024年剩余时间是个不祥制造 表明中国经济新的疲乱 还需要采取更多的刺激措施 到时候中国的经济出现新的疲乱 中国官员没有喘息的机会 但政府还是把今年的增长目标 定的5%左右 华尔街日报 中国企业会的消费温和改善 但工业产出放缓 房地产行业持续的低迷 德国之声谈到了德国对中国的投资 在所谓的去风险之下 德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直接上升 主要是呢 不是拿钱进去 对中国挣了钱来进行再投资 主要归功于德国汽车企业的大局的一个投资 但以此同时 中国整体的外商直接投资则下降 那主要是宝马和大众 各投资了25亿的欧元 这个呢 德国之声 德国媒体有个评论 政治和经济的脱钩 他这个脱钩的情况来看 虽然德国政府呼吁经济界少对中国产生依赖 但是呢 最新的数据 德国企业不但没有听从政府的去 风险化了呼吁 反而增加了对中国大陆的投资 这个投资呢 就是的 在华企业的盈利 那么 种种迹象表明呢 就是说 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德国的企业界都会跟着政府的政治主向走 没有 所以呢 他认为这次的对华投资有争无减 都是谈了这个问题 这是很突出的一个现象 美国之音有个中述稿 外资撤离 石油需求降低 中国经济短期内未见解方 没有解决的方案 特别谈到了石油的降低 这个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就是血液物流下调 第二季度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负债 负债内减多少呢 150亿的美元 所以呢 学者说 外国企业很难适用中国市场内卷的恶性的竞争 内卷就是因为伤到了外资 而石油需求的减弱 凸显了中国经济持续的疲乱 在高度依赖石油的外公领域 确实是投资不振 所以三中全会之后 没有看到更大规模的刺激测试 让外资也感到了担心和忧虑 经济低迷 那么他也谈到恐怕引发社会和政治的纷劳 不稳定的因素呢 极端的事件的贫花 这也是呢 最近一段时间 大家有目共睹的现象 亚洲最后电台今天 魏普的评论 他探讨习近平口中的 全面深化改革是什么东东 他说习近平对全面深化改革 这几个字情有独钟 2013年上任以来 在不同场合谈的都是全面深化改革 一边的问题 他就喜欢说 解决这个问题 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 诸如此类 就是包括三中全或18届 20届的三中全都是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题 他做了一些分析 今天的习核心正在全面主导经济 不仅是当时李克强在的时候 也是大规模的削弱了国务院的权力 他认为这个全面呢 就改革之道的问题 当然大家对18届三中前卫 那句话大家还是有那个 使市场的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 但是实际上落地是很少的 当时刚上台的时候呢 习主席是向所有刚上台的政治人物 要基于收览人心 但是现在已经不这么说了 那么前面改革 什么叫改革之道呢 就是习近平说了算的改革之道 这是海外的一些评论员的解读 改什么不改什么 该改什么不改什么 都是老习说了算 讲了中国经济的时候 法广注意到中国通缩严峻的一个象征 在北京三块钱的早餐已经出现了 南城乡这个连锁店 就是餐饮业的优衣库 现在到这里吃早餐 三块钱就会随意吃喝到八宝州 皮蛋瘦肉州 胡辣汤 小米州 牛奶等七种早餐 一顿三块钱的早餐 说明了通货紧缩对中国的冲击 英国BBC今天头版头条 是三十五岁现象 就是中国互联网之场 路人矿的艰难求值的故事 BBC在做这样的深度报道 就是跟纪录片的脚本一样 就这大部分的互联网的从业人员 到了三十五岁左右 就像一块人肉电池一样被炸干了 这个呢很多说法 体面的面对裁员 但是也被一些新来的 盲撞的一些实习生给冒犯 所以很多人受不了 三十五岁的人矿呢 青春保质期 但是呢这保质期有限 特别谈到保质期过程中呢 每个人在三十五岁之前呢 都要自己职业的新的规划 但是不是有人会这么做呢 那么不一定 但这呢多数人 尤其是在互联网之场的三十五岁现象 也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 三十五岁现象 好了我们来看看其他的消息 谈到了纽约时报 这两天的政治新闻比较少 那么王月梅写了一个 换圈文化的问题 从狂热到失控 中国体育粉丝的换圈化行为 引起了争议 像全红才家呢 全红才不敢回家 就因为粉丝太多 这个东西呢引起了关注 那么互相之间吵架 诸如此类呢 当局正在什么呢 正在整治 这个事情呢 全球名人都面临带有 亲事性的粉丝 但中国这个现象可能更严重 痴迷这些粉丝 最初是根据 针对演员和歌手 现在把运动员给包裹下来 所以呢 陈红禅他们家 麦和春 每天就上千名的游客游来 看能他们家怎么样呢 为什么这个17岁的孩子会拿到两块金牌啊 那么已经成行成势了 关于全红才的问题 关于攀展乐的问题 有的人包括那个对陈梦啊 树中子的问题 这些呢就注意到 那就说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 创造了原始化社会的新一代 粉丝文化 据说让这些人可填补互联网时代的空虚感 那么政府正在严格控制这个现象 粉丝 德国之声 那么有长平的一个专栏 就说 高志凯要拍习近平马屁行不行 他就谈了一点 当然就说 高志凯他说呢 他有拍习近平马屁的自由吗 当然有 他想拍还不一定有机会 高志凯实实在在做了一场示范 再次生动的呈现了大外宣是什么东东 他谈到他是个威胁 以气威胁和谎言的自言其说 这是长平的一个说法 高志凯还是被人家来锁制 锁定不放 美国之音 中国当局以前所有的力度 封杀网上有关盗卖尸体 丑闻的话题和讨论 其实在不同的国家 在不同的历史期都发生这个事 但只有中国 对这个事情呢 他解决了一个问题的时候 据说呢 有人让他惊呆 这是呢 北京勇者 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易胜华 结果呢 易胜华的微信 微博全部被封了 有人说他也被去职解职的取消了律师的资格 但实际上这个事情还没有得到证实 这个律师 这个斯谷倒卖 是带有行业普遍性 存在多年的令人文字设变的 脊梁发 脊骨发梁的社会现实 中国媒体的报道跟进 当然现在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 现在已经全部遭到了审查 为什么会用全所未有的审查制度呢 这个呢 大家也是百事不解 纽约时报 中一个复告 中国通谭洛斯事事 他曾撰写毛泽东和江青的传记 而且在西方非常的热销 他是8月2号在波士顿家中去世 享年85岁 他的好朋友作家菲利普 根本证实了谭洛斯的死讯 那么谭洛斯呢 在澳洲 他六四年就到了中国 然后呢 文革以后第一批到中国 那写了一篇很多对中国的一个访问 据说尼克松访华之前也参考了他的一篇文章 他得到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 写了不少著作 特别是写了六四 他本身也见证了六四 而且呢跟六四的一个当事人 回到北京 结果呢也被抓 即刻的驱除处境 这里面呢 谈到他的一些思想 对中国观察的思想演变 这篇复告写的相当的可取 星岛日报也报道了这个消息 中国通谭洛斯事事 做毛泽东传全球畅销 好了 这是我们今天读报的内容 简单归纳今天的新闻要点 第一 库尔什克战事能占据海外媒体的版面 当然网络上各种讯息非常的杂乱 没有办法辨识真伪 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 乌克兰主动发动库尔什克攻势 其实是北约和英国美国 对俄罗斯的战略摊牌 更是乌克兰阵营转入攻势防御战略的 续战 第一战 是实际上公开突破俄罗斯国防底线和核威慑的一次重要行动 当然也是泽连斯街和乌克兰军队的一次空前的政治上的豪赌 第二 关于王毅出访 缅甸 香港明报的新闻标题告诉大家 北戴河夏天的休息时间已经结束 中央高层已经回到北京上岗上班 同时这个报道证实 闽来昂 闽来昂来仍然主持缅甸的军政大权 地位安然为恙 所以说他政变了被抓 假的 第三 中国经济形势继续的疲乱 三十五岁现象上了BBC的头盘头条 三块钱的早餐被视之为是通缩严峻形势一个征兆 第四 对高志凯的半导电视台对话节目的表现 能被持续的追踪评论中 不少自媒体对他有关秦刚出处下落的说法 做了很多的政治想象力的演绎 得出了秦刚已经挂掉 因为永远找不到他的结论 第五 中国当局以前所欲的力度封杀网上有关 盗卖尸体丑闻的话题和讨论 这个事情也逗到了关注 最先曝光这起案件的律师 易胜华的原始铁文和其他相关文字 已经被微博隐藏 传闻他已经被去职 还没有得到消息的证实 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但是已经先解决 揭露这个问题的人 这是最新的一个例证 第六 美国著名的作家谭洛斯的去世 纽约时报首度证明 他除了是个写作非常优秀 非常活跃的新闻工作者和作家之外 他还是一个同性恋者的身份 他说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他的生活非常活跃 作为一名同性恋者 他的生活同样活跃 他把这个秘密保留到了 85岁去世时的工作移动 这也是一项了不起的记录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老杨到处说 我们最近上线了一款新的 商圣葡萄酒 这是我一个多年老朋友的酒庄量制的 那应该说相当有质量的实力 这个酒量造的商圣果 都是采至新疆 普鲁欢百年以上商圣树 产品比较稀缺 为了庆祝中秋佳节 我们特别向厂家争取到一包 作为福利的酒品 数量有限 售完为止 我们知道商圣葡萄酒的益处比较多 每天晚上适量的饮酒 有助于新生的健康 关键是改善睡眠质量 对这款酒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联系我们的助理 了解更多的详情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感谢大家的关注